中国的基督徒很纯粹 很纯 很纯 近乎无知的纯 那种单纯的敬畏好 但是缺少了点知识 如果有知识就不至于酿了 所以最近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都是因为这种纯到 纯的程度 结果呢 就做出了很多不近人道 又不符合基督教 文真理的那种判断 和定罪 甚至有些传道人写文章 挂个二维码 挂个赞赏码就把人一顿定 骂骂的狗血喷头的 什么乞丐啊 什么上帝不供应你啊 哪跟哪啊 甚至有些基督教作家 写书有版权 卖书这个都骂 白白得来的 那你家姑娘白白嫁给人呗 那都是上帝的 干嘛要收礼金呢 那你劳动的时候 干嘛要收工资啊 白白得来的白白去 你自己的身体都是省的 应该贡献社会 对不对 你卖大米的时候干嘛收钱 那个都是上天赐予的 白送给人呗 这种脑子既没常识 又没基督教真理 你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 这种基督徒越来越少才好 不然的话 基督教总是被搞得奇奇怪怪的 让人觉得这帮人都是 既不是地球人又不是火星人 不属天也不属地 说一些都是违背常理的东西 对这就是我说的 蠢到蠢的地步了 蠢蠢蠢蠢 不是要骂他们 真的有的时候 又气又恨的 这个把基督教搞得 这个蠢蠢的基督教 迷迷糊糊的基督教 这大发热心 那里面的力量信心可大了 双一号信心可大了 没有真知识 然后你气 你就不知道该他说什么 而且你跟他花了两个小时解释 他始终被自己的口诀 被自己的咒语 他根本听不进去 解经也听不进去 他不关心圣经到底说什么 他只关心我信的就是这个 所以用一千瓦的 什么几万伏的这种能量 电力去维持支撑他的信念 这种人不是信耶稣 迷信 他根本不会用神的话去更新自己 认准一个理 去到底 我是山东人又是东北人 父母是山东人 这个在东北生活 按理说这种人最固执了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人比这种 两种人更固执 那个执着 哎呀真是的 如果认识真理了 去坚持真理这么固执都好 又坚持的又不是真理 又不肯悔改 又不听劝 又用那么高能量去持守那种错误的 然后自己以为是敬畏敬钱 完全不是这么一事啊 希望圣灵能感化他的心 有一天能够软化他 该坚持的坚持 该放弃的放弃 不该坚持那么固执的坚持 那个不叫执着 那不叫持守 那叫固执啊 顽固不化啊 不叫放弃的坚持 没别的坚持 你们也能感到